哈囉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來今天來幫這一盆綠毛餅曼綠蓉換盆 這一盆阿伯已經買很久了 好幾個月了一直忘記要 一直沒有空啊 沒有空要幫他換盆然後上那個爬柱 你看這個原本買來只有葉子應該到這邊而已 現在都長兩片葉子出來了 下一片葉子已經蓄勢待發了 好幾個月了都一直忘記要給他換個大盆 然後他越長越大顆 這葉片要越大了 好那這個東西似乎好像還沒有正式的學名 當時阿伯在買的時候 店家是說他就SP種 跟覺得小買買的 那他就是寫SP 所以他還沒有正式的學名 所以這東西長大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應該就是這個樣子阿 葉片表面有點毛種的質感喔 然後這邊一樣有點毛 跟那個花葉很像 但是葉片的花紋不同 OK 好那今天一樣就是幫他換個大盆 上爬柱 好 那現在開始 一樣很簡單那你記得齁 你要幫 用水草種植的盆栽換盆的話 記得前一天或是 這次事先你要先把水草弄濕 這樣你在拆這個水草的時候會比較好拆齁 所以今天一樣就是強迫症要發作一下啦 一定要把水草拆掉 這盆可能會比較難拆 因為他 炸北這邊種一陣子齁 根其實扎的還蠻 蠻扎實的齁 其實我有一點不想拆他 應該真的不是很好拆啊 可能會上到他的根 那我就是 稍微 稍微剝一剝就好了 一直聽到很可怕的聲音喔 就是那個根被我拉斷的聲音 來看一下這個 剛那根幾乎已經爬滿這個水草了 這盆其實有點不好拆齁 所以我就不拆了 直接拉下去 這不影響啊 來 一樣先對一下位置齁 然後 應該是要讓他這樣子的位置 因為等一下爬柱是在正中央嘛 先把爬柱放下去 再來調整蜘蛛的位置 爬柱一樣正中央 正中間這邊 用力給他吃下去 好 那被這一盆裡面的土 一樣是培養土加珍珠石 然後底下是鋪 粗顆粒的戒指 我只是鋪樹皮 那事先已經先把這一層的土 完全壓死了 這樣你的爬柱在 刺下去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傾倒 來 接下來是植珠 我們就是讓它用這個方向 這樣子的方向就讓它爬 如果種成這樣子到時候它又會爬 往外爬 所以就是要讓它往這個方向走 好 你就往這個方向走 到時候 星葉 下一片星葉出來的時候 它就開始在爬柱上面扎根嘛 就是這個方向 OK 好 填土 填滿就好了 那一樣就是要小心 在壓這個土的時候 小心的植珠 不要把它的星葉 壓斷了 好 今天本來也想要強迫症發作一下 但是沒辦法 它的那個根啊 已經完全 好 完全盤踞在它的那個水草戒指上面 所以我選擇就是 不要動它啦 不然 好不容易開始生長 好 有可能 不過它的戒指傷到根之後啊 好 它整個就是又會停滯掉 好 所以我寧願就是 直接下去啦 反正泥土 蓋下去 什麼也看不到了 無法 好 一隻手就是 鋪著你的植物 然後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手就是去 把有空隙的地方 用泥土把它填滿 然後再壓實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壓的時候啊 又順便就是看一下 爬柱啊 跟你植豬 它的位置有沒有跑掉 因為有時候泥土你在 調整在壓它的時候啊 底下是會動的嘛 有可能就是它的位置會偏掉 好 這是邊壓邊做檢查 那在你完全 壓實之前啊 都還有機會可以去做調整喔 OK 喔 即將要完 完成了 好 很簡單 有沒有 那最後就是一樣 我會在表面 鋪一層樹皮 防止澆水的時候啊 那個底下的泥土走山 防止我們在澆水啊 水噴到泥土表面的時候 把它噴出一個坑坑洞洞 然後或是說 泥土被噴到 一個大坑 好 這整個 有時候還會噴到 一直傾斜有沒有 泥土一直傾斜 然後會從旁邊溢出來 所以表面只要放一點 比較粗顆粒的戒指喔 把它稍微蓋住就OK了 這樣子你的水 沖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把泥土啊 整個 沖出來 或甚至說 沖出一些坑坑洞洞 然後讓你的植豬 露出泥土 或甚至說這個爬柱啊 被你沖一沖之後整個倒了 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OK 好 那這樣還少一個步驟 因為這個植豬會 會倒對不對 我會建議你拿一個鐵絲 用鐵絲 把它調整到你要的位置之後 然後把它直接固定住 它就不會這樣子傾倒 它就會乖乖的 往爬柱上面扎根了 有沒有 這樣是倒掉的 那我就是拿個東西把它 稍微固定住 來 我們就是拿一個這個鐵絲 我剛阿伯去找了一下鐵絲 零食 沒有想到會用到鐵絲 來 我們就把植豬 調整它的位置 調整它的位置 你要它生長的位置 那這個步驟一樣 就是小心一點 我們把它用鐵絲固定住 好 這樣稍微固定住就ok了 因為只要你等到它跟往裡面扎的時候 這個鐵絲就可以拆掉了 不影響 過渡期 現在看起來可能會有點醜 有沒有 但是等它跟扎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把鐵絲直接拿掉了 因為它已經固定住了 你就不需要鐵絲協助它去固定在爬柱上面 就這樣子 位置可以自己調整 但是調整的時候要小心喔 不要去硬扳它 有可能你在硬扳它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啪一聲 好 葉子斷掉 這個時候你就會非常 肚亂 ok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 換盆 加上爬柱的一個分享 有興趣的 在家也可以自己試看看 那這一株蜘蛛 之後一樣會再上來分享它的 成長之後的樣子 然後葉片到底可以長多大 因為這個東西我也是 目前去網路上找圖片蠻少的 所以還要再種看看 我也是蠻期待 不知道它長大會 會不會非常的驚人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